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时成绩百分之六十 期末成绩百分之四十 我先讲期末考 请翻到课本第五十三页 课本第五十三页下半这边有这个单元的生字 期末考呢 四十分 所以会在Moodle线上考 就是最后一堂课 最后一节课的五十分钟 在Moodle上面考期末考 期末考只考单字 会有四十题 四十分 四十题 五十分钟让你考 所以每一题花大概一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 都是单选题 四选一 我会给你一个例句 然后把要考的单字挖空出来 你们就四个选一个填进去 我要你看五十三页是因为我会考四类单字 如果看这一页的单字 有打星号的 有没有打星号的 有片语 然后第四类是我们在上课过程中 我会补充给你的单字 对 所以期末考就是考这四种单字 第一个单元没有片语 所以会就是从其他三类多补一两题进去 所以这是期末考 平时成组组的部分呢 基本上就是出席率 但出席率并不是说 你挂机就有分数 我们在上课本的过程中 如果遇到题目 或是譬如说 课文要请同学念啊 或是什么样的 我会依序点名 就是会点同学来回答 所以要请你到时候要开麦克风来回答 如果一整个早上四个小时 我点你你都没有回答 或是你都没有出现的话 平时成绩 应该说总成绩就扣八分 我们有九堂课嘛 平时成绩总分六十分 但是如果你 我想想 你不是九堂课 三天嘛 有些对 九天 所以如果你连续八天都点不到你的话 你平时成绩就没了 因为八八六十四 但是六十分就领了 那有时候 可能譬如说 我讲课文讲久一点 也许一天下来 我只会点你的名字 点一次 如果那一次你没有回答的话 就是八分就没了 所以请你们不要只是挂机 OK 所以课程内容其实就这样 我们不一定把整个课本上完了 我是蠻想上完的 但是我不会特别赶的 就是我们就慢慢上就好了 因为它第九单元 第十单元的课文 我自己觉得比较有趣 所以上得到那边的话 会比较开心 但是上不到也没关系 这本课本 你们有先翻的话 会发现它不只是一般的知识型文章啊 或者什么科技新知啊 什么的 文类很多 文类很多 有访问啊 书评啊 回忆录啊 演讲稿 有短篇小说 还有一首诗 不过那首诗是翻译出来的 所以长得不像诗 其中第九课还有福尔摩斯的一篇短篇小说 所以我们课本就慢慢上 OK 讲到这边 有没有想问的 老师想请问一下 如果请假的话是提早跟你说 或是记性 可以啊 我想看 上系统请假应该也可以吧 对不对 就是 对 所以请假的话 当然就不会扣你平时成绩 OK 谢谢 还有其他想问的吗 OK 录影就到这边结束 OK 谢谢 steps尾巴